第1401章 修炼金刚流离身 心中有了决定 萧炎等人自然也不在此处继续停留 当下便是动身 直接是赶回星云阁 而在回到阁中之后 萧炎一行人也是休整了一两日 而在这两日中 那与菩提古术有关的情报 已经是如同风暴一般 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 席卷了将近整个中周 而在那简简单单的菩提古术四个字之下 整个中周 无疑是在这一刻彻底地震动了起来 即便是一些影视不出的老怪 都是直接被这枚惊天炸弹给轰了出来 虽说莽荒古域相当的凶险 但一切的凶险 都仅仅只是因为诱惑力不足的缘故 这一次菩提古术的诱惑 无人能挡 因此 所谓的禁地 也就再没有了什么威慑力 斗圣 代表着这片大陆巅峰般的层次 为了达到这种传说中地步 无数的强者拼尽了一生 只要有着任何一点东西 能够提升他们达到那个层次的成功率 那他们 便是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即便真的是飞蛾扑火 但他们也不会有半点的迟疑 显然 这一次的菩提古术出世 将会彻彻底底地在中周上 搅动风云 而在中周上各方势力 因为这则情报而蠢蠢欲动时 经过两日休整的萧炎 倒是逐渐地恢复了状态 但却并未再次外出 而是直接寻了一处密室 选择了闭关 听说了要老那种种话语之后 说实在的 萧炎心中 也是开始 对那禁连吆火 开始正式起来 他清楚 要老不会骗他 而且后者的见识阅历 也远非他所能够相比 既然要老都这样说了 不达到斗圣层次 便绝对不允许他去沾染 禁连吆火 那他 也只能略微收心 将接下来的目标 定在那即将出现的 菩提古术之上 想要在三年之内 达到斗圣层次 必须借助菩提心的力量 否则 全然没半点的可能 这一点 只要想想当初 在天目修炼便可知道 那里面能量比外界浓郁数倍 但萧炎修炼三年 若非是因为得到了 先祖萧玄传承的话 恐怕他现在根本就达不到 这个层次 陡尊层次 越往后 越难以修炼 他现在仅仅只是八星 陡尊巅峰 在这上面 还有着九星 以及九星巅峰 到了巅峰之后 还要经历九转 方才可能突破到半胜层次 如此之多的步骤 常人即便是修炼三十年都完不成 更何况三年 即便萧炎拥有着极高的天赋 再加上种种丹药相助 也不可能将这个时间 缩短十倍 甚至更多 因此 他必须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进入莽荒古域 并且得到菩提心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在三年之内 实力突飞猛进地达到斗胜层次 不然的话 待得三年后 竟连妖火降世时 他便是只能成为旁观者 眼睁睁地看着这等一伙 成为别人手中之物 这种事情 消炎无法忍受 所以 菩提心 他必须得到 而此次菩提古术的事 明显已经引起了 中周上众多大大小小势力的注意 想要 从这无数人的抢夺中 最终顺利地得到菩提心 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而且 这之中 可并不乏类似天蝎子 甚至比他还要更强的老怪 所以 在这之前 消炎必须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提升实力最快的方式 无疑便是修炼高阶斗技 而消炎此次闭关 便正是要修炼那刚刚得到的金刚流离体 这东西 也是天阶斗技 威力必然不俗 若是能够将之修炼成功的话 此次莽荒之行 又将会多上一些把握 安静的近视之中 檀香缭绕 消炎盘坐于石床之上 手掌一握 一卷暗金色的卷轴 便是出现在了其掌心中 微微侧起 卷轴侧面 有着几个刚正有力的古老字体 金刚流离身 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消炎将卷轴贴于额头处 这次的天阶斗技 并没有大天造化长那般麻烦 直接使用灵魂力量获取便可 上一次之所以那般麻烦 全都是那位斗圣强者 故意而为罢了 卷轴贴于眉心 消炎心头一动 卷轴之上便是金光暴射 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宛如洪水般地 涌进了消炎脑海之中 金刚流离身 天阶低级斗技 以身化金刚流离 无风能破 无坚不摧 此祭炼之大成 化金刚流离身 九丈九尺 乃为极致 金光要事 全可崩天 脚可裂地 见到那脑海之中回荡的金光大字 这门斗技的刚正以及霸道 这完完全全便是一种 以斗气强化肉体的斗技 不过在研究了一下 这斗技的修炼之法后 也不得不赞叹一声 不愧是斗圣强者 方才能够创造而出的斗技 的确相当强悍 如今的消炎 也算是眼光毒辣 所修炼的斗技 其中也不乏天阶等级 因此修炼起来 也算是德心应手 所谓一法通万法明 种种斗技 固然修炼方式不一样 但总归是有些殊途同归 掌握到这一点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斗技 其余的 上手则并不难 要修炼着金刚流离身 便是必须将斗气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融入骨骼 血肉 皮膜 这种融入 需要对肉体 有着相当苛刻的需求 不过索性 消炼的肉体 也算是经过种种 天才地宝的淬炼 虽然不敢说强悍无匹 但至少能够胜任修炼 金刚流离身 所需要的条件 呼 嘴中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消炼缓缓闭上双眸 按照卷轴之上 所记载的方式 开始尝试着修炼 这所谓的金刚流离身 咔咔 而就在消炼闭幕后不久 其身体突然迸射出许些金光 而在金光暴射间 消炼的身体 也是猛地长大了一号 隐隐间 还有着骨骼扭曲的声音 悄然响起 这种长大 伴随着金光的浓郁 越来越快速 短短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消炼的身高 几乎是生生地拔高了两倍之多 看上去 就如同一个小巨人一般 而且 那原本白皙的皮肤 如今也是被沾染上了暗金之色 消炼的身体 膨胀了两倍左右 便是不再增强 旋即金光逐渐暗淡 而消炼的身体 也是飞快地缩水 眨眼间 便是变回以前的模样 扑吃 身体刚刚缩回本来大小 消炼便是猛地睁开双眼 一口烟红鲜血 直接是喷了出来 将地面染得血红 喷出一口鲜血 消炼嘴角一阵哆嗦 面色相当地难看 这该死的卷轴上 居然都没有说 修炼这金刚流离身 需要承受如此可怕的剧痛 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的身体 突然间膨胀数倍 它体内会是一种何种感觉 皮肤被撕裂 肌肉被胀破 骨骼被震碎 难怪对肉体要求如此苛刻 若是换作一个体质稍弱的人 恐怕光是先前的第一次膨胀 身体便是会直接爆裂开来 消炼无语地摇了摇头 旋即一声暗叹 不管再怎么痛苦 终归还是要修炼的 想要得到强大的力量 不付出点什么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这种剧痛 只要消炼能够忍下来 以它的体质 迟早能够适应这种变身的剧痛 到时候 方才能够真正地展现出 金刚流离身的威力 而现在 它所需要做的 便是不断地膨胀自己的身体 让得自己的皮肤 肌肉 骨骼 都是逐渐地在这种剧痛中 适应下来 哎 修炼这斗技 就是一种折磨 心头哀叹了一声 消炼再度闭目 金光暴射间 它的身体 也是再度膨胀 缩小 再膨胀 再缩小 而与此同时 一口口的鲜血 也是如同不要钱一般 不断地从消炼嘴中喷出 但所幸 这吐出来的鲜血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是越来越少 在消炼闭关中 半个月的时间 也是一会儿过 这半月之内 中周已经陷入了一片躁动 无数的势力 都是已经派出先遣人手 靠近满荒谷域 不过真正的主力队伍 却还并没有真正的动身 因为他们在等 等待着确认情报 当真属实的那一刻 菩提古术一旦真正地出世 必将会引来天地异象 到时候 整个中周恐怕都是 能够感应到 而只有当真正地 感应到这种异象后 这些早已蠢蠢欲动的势力 方才会真正地 开始红颜起来 而在这种躁动的等待下 又是五日时间缓而过 在当那第六日时 第一缕晨辉突大地的束缚 将阳光投向大陆时 那中周的东北天空 一股极其特殊的清气 如同波浪一般 陡然自天空席卷而开 最后远远地扩散开去 凡是吸入了这种清气的人 脑海深处 几乎都是 浮现了一个相同的影像 那是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 一股智慧的气息 从古树身上弥漫而开 而这 便是那传说中的 菩提古树 中周 在这一刹 终于是彻彻底底的轰动而起 第1402章 《莽荒镇》 新允阁那个深处 有着一片幽静的近视 这些近视 全部都是为新允阁的客亲长老们所见 而也只有这长老 方才有着资格 在此处修炼 这里的能量 是新界之中相当浓郁的一处 寻常时日 不少的长老 都是会汇聚于此 彼此间切磋 以正修行 而如今 自然也是不例外 一道道苍老身影 停于近视之外的空地上 笑谈风声 碰 这种祥和的气氛 并未持续多久 便是猛地被一道剧烈诈声所打破 当下一道道错愕的目光 便是顺着望去 却是见到 在那不远处的一座近视 居然突然间爆炸了开来 隐隐间 有着金光自其中闪烁而开 这是 望着这一幕 不少长老都是一愣 哄 又是一道巨声响起 坚固的近视 直接是生生地爆裂而开 然后 在那众多目瞪口袋的目光注视下 一道足有将近巴掌高大 通体如同黄金一般的巨人 直接从近视之内坐起 踏着地动山摇的步伐 跨出近视 仰天一声爆吼 顿时 可怕的音波顿时 如同石质一般 化为风暴席卷开来 那强悍的音波 直接是扩散到星界的每一个角落 那些靠得近的长老 则是被生生地震退了十几步方才稳住 这是什么东西 感受着那黄金巨人可怕的威视 绝大部分的长老都是有些变色 从前者身上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气息 仿佛 这个大家伙 只要一拳挥过来 他们便是会直接被烘成肉酱一般 这种感觉 让得不少长老眼角 都是忍不住的有些抽搐 他们这里的人 实力最差的 也是在斗尊层次 强的也有处于八星 甚至九星的斗尊强者 但即便是连他们 在面对着这尊黄金巨人时 都感觉到极度的危险 不过还好 这些长老也算是有着强者应有的素质 在经过初始的震惊过后 便是迅速散开 隐隐间形成包围圈 将黄金巨人包固而尽 后者若是有任何异动 他们便是会同时出手 将其斩杀 哼 这便是金刚流离身吗 果然是有些独到的地方 在众多长老炎正以待时 急到身影 也是自远处闪掠而来 最后停留在这里的半空上 正是文风赶来的耀老 以及采灵 小一仙等人 见到耀老出现 那些长老也是连忙攻身相迎 一名长老忍不住地问道 阁主 这时 呵呵 萧炎 要老微微一笑 道 文言 众长老顿时一惊 恶然地望着 那通体金黄的巨人 无法想象 这个东西 居然便是萧炎所化 哈哈 在众人 那惊恶的目光中 金黄巨人 也是一阵雄魂大笑 玄机金光暴射 而其庞大的身体 也是开始飞速地缩水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一个巨人 便是再度变回了 以前那种薛兽身形 可 变回本体 萧炎这次 倒并没有再次口喷鲜血 但还是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显然是那种变身时 所产生的剧痛导致 可惜 修炼而出的金刚流离体 才七丈左右 距巅峰的九丈九尺 还有着不少的距离 萧炎摇了摇头 略微有些惋惜 你便别不知足了 若非你的肉体 从小便是经历种种药液 以及天才地宝的淬炼 即便再给你半年时间 也达不到现在的层次 要老笑的 萧炎也是笑了笑 他也知道自己这进展速度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之所以只能修炼到七丈左右 是因为受身体强度的限制 若是他能够再次得到一些 淬炼肉体的天才地宝 说不定便是能够一跃达到九丈九尺 那时候 萧炎有着信心 凭借着变身后的他 能够直接一拳 把一名普通的陡尊巅峰强者 生生打爆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我的气息也是略有长进 莽荒古域虽然凶险 但其中也有着众多外界 难寻的天才地宝 此行若是机缘足够的话 说不定能够在找到菩提古术之前 达到九星陡尊 并且将金刚琉璃身修炼成功 萧炎暗自沉吟道 如今的他 需要无时无刻地 加紧提升自己的实力 情报已经确认 菩提古术出事 的确属实 要老看了萧炎一眼 缓缓地道 哦 闻言 萧炎心头也是忍不住的一跳 旋即微微点头 既然如此的话 那想必其他的一些势力 应该也是要出动了 这一次 你便先带人前往莽荒古域 你身上有我给予的空间遇见 遇见无法解决的麻烦 便将之撕开 我会立刻赶来 要老到 菩提古术的诱惑力太大 恐怕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 都是会出手 所以 想要顺利地取得菩提心 难度不小 萧炎点点头 这他早便有心理准备 因此并不意外 星陨阁需要我坐镇 所以前面的路程 必须靠你自己 若是进入到古域深处 便将卷轴撕开 毕竟那里的话 以你们的实力 恐怕会相当凶险 要老拍拍萧炎的肩膀 轻叹道 此次之行 对你太过重要 所以 努力吧 何时动身 萧炎轻声道 越快越好 你闭关了半个多月 这段时间中 已经有着不少的势力 进入了满荒谷域 要老到 萧炎微微点头 然后缓缓道 那便现在吧 萧炎形势颇为雷厉风行 心中打定了主意 那便是不再有丝毫的停留 直接是立刻动身 飞往中州东北 而这一次 他带了四人 彩玲 小一仙 清灵 以及一名实力达到 陡尊巅峰的长老 至于天火尊者 由于正在闭关之中 因此便只能掉队 四人之中 彩玲与小一仙本身的战斗力 也是能够达到八星斗尊 联手之下 足可与斗尊巅峰的强者 斗上一斗 至于清灵 有着碧蛇三花童的他 也是一个极为强力的 爆发型战力 再者 他那能够控制的 蛇形魔兽的奇异能力 对于此次的满荒之行 也是相当的重要 这支队伍 人数虽然不是很多 但却已是相当强横 这么多人联手 只要不是遇见 太过可怕的对手 一切都不算太过的艰难 满荒谷域 坐落在中州东北之外 距星陨阁所在处相当之远 因此 即便是硝烟等人 将速度施展至极致 并且中途 还穿梭了几次空间重动 但当抵达中州东北边境时 依旧已经是六天之后 而这段时间的赶路中 硝烟一行人 也是见到了铺天盖地 跟他们同一方向的人流 显然 这些人的目标 都是满荒谷域 这一发现 让得硝烟心头有些轻叹 没想到这菩提古术的吸引力 如此的可怕 竟然直接是让的这些家伙 忘记了满荒谷域的恐怖 那里以前 可是号称人类境地啊 满荒镇 这是最为接近满荒谷域的 一个人类城市 不过平常这里居住的人并不多 而且因为满荒谷域 那凶民的缘故 也是少有人来到此处 因此 这座城镇 几乎中年 都是冷冷清清 不过如今却是不同 菩提古术的出世 招引来了无数的人流 从而直接是导致 这座冷冷清清的城镇 一下子变得极其火爆起来 喧闹的声音 隔着几里之外 都是能够模糊听见 萧炎等人的第一站 也是这座名为 满荒镇的小镇 他们后来 总归是先要在这里 获得一些 与满荒谷域有关的情报 不然的话 像瞎子一样乱冲进去的话 绝对是凶多吉少的下场 因此 在抵达满荒镇之后 萧炎先是将 小一仙等人略作安顿 然后便是外出搜集情报 约莫两个小时后 方才再度与彩玲等人会合 怎么了 见到再度会合时 萧炎的脸色 彩玲忍不住地问道 哎 萧炎轻叹了一声 手指揉了揉额头 道 根据打听而来的情报 先前进入满荒谷域的那一批人 似乎已经全部死掉了 那之中 还有着一些陡尊级别的强者 听得萧炎此话 彩玲等人 也是有些变色 全死了 这满荒谷域 真的凶到了这种地步 那怎么办 小一仙微促着带梅道 明日这里的一些强者会一起进入 我们也跟着那些大部队后面 这个满荒谷域 既然号称人类禁地 那必然不是什么善敌 跟在那些人身后 先观测一下 萧炎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这满荒谷域 必定有着 它古怪的地方 想要真正地到达其身处 必须时刻保持着冷静 任何一点的疏忽 恐怕都是会导致一支队伍的全部毁灭 这个代价 它可付不起 所以 一切 都必须甚之又甚 第1403章 进入满荒谷域 一日 满荒阵之外 密密麻麻的人影聚集在此 喧闹之声汇聚在一起 化为庞大的声浪 远远地扩散开 萧炎一行人站于后方 望着前方那足足超过数千的人群 一时间也是忍不住地扎蛇摇头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见 如此规模的强者云集 在这庞大的人流前方不远处 便是一座弥漫着古老气息的原始森林 足有数百丈庞大的巨树 如同一个个巨人一般 矗立在此 树荫遮天蔽日 连天空上的阳光 都是很难倾洒而尽 目光望去 森林深处 弥漫着令人心悸的黑暗 偶尔从中传出来 一道道一道道充斥着 凶利的售吼之声 令得人心头发寒 这些家伙 都被菩提古树引诱得失去理智了 硝烟摇摇头 莽荒古域 号称人类禁地 就算是斗尊强者进入其中 都是凶多吉少 但现在的这里 很多人都才斗宗 甚至斗皇实力 这种人 进入古域 恐怕随便遇见点什么麻烦 不过这莽荒古域 的确挺可怕的 小一仙轻声道 在那些高达数百丈的巨数之下 所有人都是感受到一种渺小 这是一种在古老岁月下的渺小 这片地狱 毕竟一直是号称 大陆上最为古老的地方 硝烟点了点头 收回扫尸的目光 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也无法从中寻找出一些面熟的人 而就在他收回目光时 那庞大的人群 也是逐渐地骚动了起来 看来这些家伙 是打算闯进去了 轰隆隆 数千人一起奔跑 大帝都是在此刻轰隆隆地颤抖起来 在一道道大吼声中 无数道身影 皆是羞羞地闪掠而出 最后迫不及待地 冲进了那寂静的古老地狱之中 望着这些家伙 那种恐怖的动静 硝烟也是忍不住地摇头 旋即轻声道 等他们进入大半后 我们再动身吧 既然他们想当前锋 就由他们吧 闻言 小一仙三人也是一笑 然后点了点头 三人坐于一处僻静之地 等待了约莫半个小时左右 硝烟这才起身 望着那因为如此多人的闯境 而显得骚乱起来的森林 这才一挥手 道 动身吧 大家都小心一些 花音落下 硝烟脚尖一点地面 便是率先化为一道黑影 闪电般地对着古老森林之中掠去 在其身后 彩铃 小一仙等人也是紧随而上 是 在硝烟身形冲进古老森林的那一煞 周围的光线也是陡然变得暗淡了下来 一股股腐叶的味道 从四面八方的弥漫而来 进入了森林 硝烟身形略微停了一下 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 也没有停下来跟他们谈话的心思 脚尖一点树干 身形便是继续闪掠而出 硝烟几人的速度并不慢 短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便是前行了将近十数里 而这沿途中 倒是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变故 即便偶尔遇见的一两头浑身凶器的凶兽 都是会被那些人群蜂拥而上 顷刻间砍成肉泥 不过虽说一路顺畅 但硝烟的眉头却是逐渐地骤起 莽荒谷欲 号称人类禁地 不可能会如此地平静 虽说这里仅仅只是边缘地带 但也不该如此地顺利 想到这些 硝烟心中也是逐渐升起了一些警惕 前行的速度 也是放慢了一些 只是远远地跟着前方那大群的人影 有这些家伙当前锋 即便是出了什么变故 他们也是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 而对于硝烟心中所想 彩玲等人也是明白 因此 都是逐渐地变得警惕起来 在异形人这种警惕之下 他们也是逐渐地 离莽荒谷欲边缘越来越远 吃 光线暗沉的森林之中 几道身影闪略而过 最后突然在一棵巨树之上停了下来 周围起毒雾了 小一仙美眸扫过四周 他对于毒气的感应最为敏锐 因此 当空气中刚刚出现一些毒气时 便是有所察觉 闻言 硝烟等人也是微微一惊 是极其麻烦的事 若是吸入得太多 即便是陡尊强者都得毒发生亡 将这些弊毒丹服下 能够对这些毒瘴气抵抗作用 小一仙微微一笑 将几枚新红的丹药 递于硝烟几人 说起炼丹 他的确是比不过硝烟 但若是说起对毒药毒气的了解 恐怕十个硝烟都是赶不上他 硝烟怂怂间 接过丹药丢进嘴中 刚欲说话 前方那些人群 却是突然传来七粒地惨叫之声 这里的毒气本就相当剧烈 实力不行的话 吸入一点便可毙命 这些家伙 也算是尝到自大的恶果了 走吧 见到众人都是服下必毒丹 硝烟也是轻声道 玄机再度加快速度 至于那些倒霉的家伙 他看没那种善心去一个个地救 既然他们忍不住心中的贪婪 要来到这里 那便得对自己的下场负责 伴随着速度的加快 周围的毒物也是越来越浓 而周围传来的惨叫声 也是越来越凄厉 到的后来 还有着狂暴的斗气波动传出 想来是一些中毒的强者 被这里逼得有些丧失理智了 哄 在硝烟一行人 紧皱着眉头 穿梭在毒物中时 前方不远处 突然猛地传来 一道极其剧烈的斗气波动 感受到这股波动 硝烟眉头也是一条 放缓了速度 身形出现在地面上 望着前方空地上的 一具浑身发黑的尸体 在尸体的脸庞上 还残留着恐惧与后悔 陡尊强者 硝烟轻叹了一声 这个倒霉的家伙 是一名货真价实的 斗尊强者 但没想到 连这等实力的强者 都是受不了这里的毒杖 这里的毒杖 恐怕有些古怪 斗尊强者能够施展斗气 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寻常毒气 根本奈何他们不得 硝烟面露沉吟之色 难难倒 闻言 小一仙也是一正 旋即微微点头 玉手抓了一把 面前的那些毒气 直接是将他们吸入体内 片刻后 焦躯猛的一颤 脸颊也是变得 相当难看了起来 怎么了 见到小一仙这般 硝烟连忙问道 小一仙轻吐了一口气 轻声道 的确有古怪 这些并非是毒杖 而是毒虫 毒虫 硝烟一正 目光盯着面前的毒物 看了片刻 却是并没有发现 半点毒虫迹象 这些毒虫 非常的小 小到肉眼 都是看不见的地步 它们漂浮在森林里 那些人吸入体内的 其实是这些数以亿计的 微小毒虫 你们的体内 恐怕也有 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体内本身便 试运有剧毒 它们一进入我的体内 便是被我的毒气所毒死 死 听的这话 硝烟等人 都是忍不住地 倒吸了一口冷气 浑身有种发麻的感觉 浑身发麻了一瞬 硝烟却是反应极快 体内一伙猛然运转而起 最后席卷自身体的每一处 而且那种高温 也直接是渗透 进入血脉之中 滋滋 在硝烟运转一伙 焚烧自己时 其体内突然响起 令人头皮发麻的滋滋叫声 仿佛无数的毒虫 都是在一煞间 被全部烧死了一般 这些该死的东西 硝烟面色阴沉 屈指一弹 一团团的黑色灰烬 便是自指间喷尸而出 正是那些钻进 它体内的毒虫灰烬 驱逐掉体内的毒虫 硝烟手掌迅速缭绕上一伙 然后几掌直接拍在彩铃 清灵 以及那位名为 清城长老的身体之上 高温顺着他们皮肤蔓延而静 最后他们几人的体内 也是响起了一连片的滋滋叫声 听得人心头泛寒 都不要离开我周身武藏距离 这些毒虫 能够无视痘气的护体 硝烟目光警惕地扫过四周 张嘴一吐 一团紫鹤中 带着一丝苍白色的异火 便是悬浮在气头顶上 一股恐怖的高温弥骂而开 刚好笼罩其周身武藏距离 而在这种高温弥骂而开时 那毒障 也是如同受精一般 连连后退 再也不敢踏足硝烟等人武藏之内 光是这一层的毒障 便是能够将80%的人拦在外面 这蟒荒谷欲 果然名不虚传 将毒障驱除 硝烟也是松了一口气 若非此次小一先察觉的话 恐怕他们体内的毒虫会越来越多 而当毒虫的数量 达到一种恐怖程度时 那爆发而出的毒性 便是会令得他们这里的人 死伤惨重 嘿 不过光是这样 可还拦不住我等 硝烟握了握拳头 目光火热地望着谷域深处 想必如今已经有着一些 具备着实力的强者 成功地闯了进去 因此 他也必须加快速度了 菩提心 他这一次 可是要定了 第1404章 深入 毒障弥漫的森林之中 凄厉的惨叫声 依旧是隔着老远的传荡而开 令得这片森林 处于一种极度阴森的氛围之中 吃 浓郁的毒障之内 突然有着破风声响起 隐隐有着火光浮现 而奇异的是 在那团火光出现的时候 周围那些毒障 仿佛是受到惊吓一般 居然是自动地退缩而开 让出了一条空荡荡的清晰道路 看来这些毒虫 对于一伙挺惧怕的 小一先望着那前方 自动分裂而开的道路 微微一笑 道 毒虫大多阴寒 一伙乃是致阳致烈之物 他们自然是怕 萧炎笑笑 回头看了一眼后方 那数千人的庞大队伍 能够真正闯过这片 诡异毒障的人 恐怕仅仅只有十分之一都不到 莽荒谷欲 名不虚传 萧炎心中再度轻叹了一声 这还是只是外围 真不知道若是到了深处 又将会遇见何等麻烦的阻拦 毒障已经逐渐地有些稀薄 看来我们快闯出这片区域了 彩灵望着四周 比先前清晰了一些的视野 道 嗯 加快速度吧 此次闭关拖慢了不少时间 想必中周的一些大势力的人 恐怕都已经进入 莽荒谷欲中部了 萧炎点了点头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便是如同离弦剑制一般 猛然暴射而出 在其身后 几道身影也是闪电般的跟上 彩灵的感知并没有出错 伴随着一行人越发地深入 那周围的毒障也是越来越稀薄 到的最后 毒障则是终于彻彻底底地消失了去 冲出了毒障 萧炎几人身形略上一旁的巨石 目光往前方一扫 只见的一道足有数百丈庞大的天剑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天剑极深 其中毒气缭绕 令人看不到其尽头在何方 而目光抬起 在那天剑之后 是一片连绵无尽的山脉 这些山脉高大万刃 如同一条条巨龙盘踞一般 一股古老 茫茫的气息 自其中弥漫而开 荡漾在这片天地之间 那里 才是真正的莽荒古玉 呼 望着那遥远处的山脉 萧炎也是轻吐了一口气 眼中有着许些凝重 她能够隐隐间感应到 在那片望不见尽头的古老山脉中 隐藏着一道道极其凶悍的气息 这些气息 即便是萧炎 都是感觉到了许些危险 这里的凶兽 与世隔离 一直从远古传承而下 实力强悍的可怕 虽说因为太过暴力 导致智慧比不上同等级的魔兽 但他们的爆发力量 即便是魔兽 都是比之不上 在萧炎身旁 那明星允阁的青城长老 也是轻声探道 萧炎点了点头 手掌一握 一枚透着许些翠绿之翼的珠子 便是出现在了其掌心中 正是那枚当初从菩提化体现之中 沉淀而出菩提子 这蟒荒古域极其地辽阔 想要在其中寻找出菩提古术的位置 可并不容易 而且 这里面凶兽数之不尽 若是胡闯的话 即便是以他们的阵容 怕都是凶多吉少 手掌握着菩提子 萧炎眼眸微闭 细细地感应着菩提子之内的动静 如此好一会之后 他方才缓缓睁开双眼 目光望向西北的方向 轻声道 这里或许距菩提古术太远了 无法清楚地感知到 他的确切地点 但从菩提子中的一点信息回馈来看 大致是这个方向 走吧 收好菩提子 萧炎也不做过多的停留 脚尖一点巨石 身形便是如同大鹏一般 跋升而起 然后踏着虚空 对着天剑的另外 一边迅速掠去 在其后面 彩林与小一仙 紧锤上 数百丈的距离 看似宽阔 但以萧炎等人的速度 不过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了对面 然而 踏进那一片天空时 地面上 猛地响起几道售吼之声 旋即几道黑影 带着一股浓郁的 令人作呕的兴气 闪电般地对着半空上的萧炎 扑杀了过去 小心 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得彩林等人微惊 急忙出声提醒道 砰砰 萧炎脚步微微一顿 脸色倒是没什么变化 袖袍一挥 一股恐怖进风 便是席卷而开 重重地 轰在那几道黑影之上 旋即在一阵乌夜声中 急到通体发黑 双眼血红的暴行凶兽 便是从天空上掉落而下 看来这片地狱凶兽不少 我们不能飞过去 不然的话 不仅会引起一些 闯进这里的人注意 还会引来那些麻烦的凶兽 彩林带眉微醋 道 嗯 萧炎也是点了点头 这里的凶兽还没有多强 但若是深入了其中 那才是难对付 因此也没有反对 当下便是暗落下身形 咻 在萧炎一行人落下地面时 后方也是突然传来 几道破风之声 旋即几道身影紧随而来 最后停于半空 目光警惕地看向萧炎几人 萧炎目光也是瞟了一眼 那几道身影 这几人显然都是达到了 陡尊层次的强者 不过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这些人居然能够闯过那毒账 走 萧炎并没有多将心思 放在这些人身上 也同样没打算 跟他们交谈同伴行 这里的人 目标都是指向菩提古术 即便是合作 也不可能真正的联手 那种互相猜疑的团队 并不是萧炎所想要的 当下便是一挥手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轻飘飘地 对着远处掠去 而彩铃几人 也是迅速跟上 那刚刚抵达这里的几道身影 见到萧炎他们的举动 眉头皱了皱 不过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他们能够察觉到 萧炎一行人的实力 远比他们强 而萧炎的举动 也是表明 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牵扯 既然如此 他们也只能换了个方向 然后继续赶路 呜 充满着古老的地狱之中 悠长而充斥着暴力的 受笑之声 不断地在天空之上响起着 哄 一道凶悍的斗气匹炼 突然自森林之中暴力而出 然后狠狠地轰击在一头 体型硕大的凶兽身体之上 匹炼之上所蕴含的剧毒 几乎是在寝刻间 便是将那头凶兽体内生机 瞬间隔绝 而后者的咆哮声 上还未传出喉咙 便是嘎然而止 庞大的身体 也是地动山摇地倒了下来 正是那进入 莽荒谷域的硝炼一行人 还好 这里的凶兽抗毒性 并非高到不可对付的地步 小一先望着那通体发黑的凶兽 轻声道 先休息一下 等清城长老探路回来吧 硝炼目光看了一眼远方 这一路而来 即便他们特意避开了一些凶兽 但还是无法彻底地避免这种战斗 菩提古术的诱惑力太强 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 都不会轻易放弃 更何况其他的那些大势力 不过我们这一路而来 倒是并没有遇见那些大势力的队伍 小一先盘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道 按照他们的实力以及速度 恐怕现在的进度 比我们要快上不少吧 硝炼微微点头 不过倒也不急 菩提古术这等宝贝 如果那么容易到手的话 倒也太辱没了他的名头 即便这次动手的势力不少 但想要接近菩提古术 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到的事 秀 在硝炼心头沉音间 破风声突然从前方传来 旋即一道苍老身影 迅速出现在了硝炼等人面前 正是那先前出去探路的青城长老 青城长老 如何 见到青城长老回来 硝炼也是抬头问道 前面倒是没什么太过危险的地方 不过 我遇见了一支队伍 我暗中观察了一下 应该是天明宗的人 青城长老道 天明宗的人 闻言 硝炼眉头一皱 没想到这进入古域之内 第一个遇见的势力 竟然是他极为不感冒的天明宗 他与后者矛盾不小 若是见面的话 恐怕少不了一些摩擦 我在暗中探测时 听到了一些他们的谈话 哦 硝炼一挑眉 目光看向青城长老 在他们的前方不远 似乎还有着一个势力的队伍 他们正打算 动手偷偷地将后者解决掉 青城长老笑道 不用管 狗摇狗一嘴毛 我们继续走我们的 硝炼摇了摇头 这些家伙 果然不安生 连这种时候都在想着如何害人 不过他刚愈起身 突然问了一句 前面的那个势力是哪方呢 好像是花踪的人 青城长老沉应道 花踪 硝炼站起的身子顿时凝固 眼神也是逐渐地阴沉了下来 花踪既然都是来了 不知道云云有没有在其中 如果在的话 那此次 倒是不可能袖手旁观了 这些混账东西 少阁主 你打算 见到脸色突然沉下来的硝炼 青城长老迟疑了一下 开口道 动手 宰了天明宗 硝炼缓缓站起身 淡淡的声音中 有些许些冰冷杀意 上一次截杀他的事情 可还没算清呢 这一次 居然遇见了 那说什么 都不能轻易放过了 第1405章 在玉云云 弥漫着古老气息的山脉之中 几道身影闪电般的 自半空中闪掠而过 隐隐间 透着一丝狼狈 老师 那些家伙 一直锁定着我们 一道倩影轻轻一点树枝 身形暴力而出 美眸看了一眼后方 眼中充满着焦虑之色的道 在他偏头的时候 露出一张熟悉的娇俏脸颊 赫然便是纳兰燕燃 而能够被纳兰燕燃称为老师 除了云云之外 恐怕没有别人 而视线转向一旁 纳纳兰燕燃身旁 有着一名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子 女子飞略之间 裙摆飘动 透着一股难以言明的高贵雍容 那张绝色般的脸颊 令得这片山野 都是为之增色了不少 这般容貌 除了已经成为了 花宗宗主的云云之外 还能是何人 天明宗的这些混蛋 竟然趁我们 与凶兽交手时 出手偷袭 害得青花长老 惨死凶兽长下 若是此次回去 必然要举全宗之力 与天明宗决意死战 在云云身后 一名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老玉 连声怒道 在他的嘴角 残留着许些血迹 显然是经历过一场大战 一定不能放过这些畜生 闻言 其余几名花宗的长老 也是怒声道 几位长老 现在并不是说这个事 天明宗穷追不舍 分明是想将我等禁术留在此处 若是连此次的大难都是逃不掉 还如何与他们决一死战 云云摇了摇头 道 如今的她 也算是再度适应了花宗宗主的身份 说话之间 也自有一番气度 再加上她在消炎的帮助下 如今已是将花婆婆传承给她的斗气 禁术练化 其本身实力 也是达到了八星斗尊层次 因此 对于她的话 身后的那些长老 也是不敢辩驳 只能叹息着点了点头 见到这些花宗长老安静下来 云云这才转过头 但戴梅也是微微促起 他们花宗的几位太上长老 都是在必死关之中 因此此行来的人 仅仅只有这一名 实力达到九星斗尊的长老 但这位长老 却是在前不久 陨落在了天明宗与凶兽的联手之下 这样一来 直接导致 他们队伍实力大将 从而方才会被天明宗追杀得如此的狼狈 老师 天明宗那边 有着两名九星斗尊的强者 而且以他们的速度 恐怕不久后 便是能够追上来 那蓝燕燃望着云云 轻声道 云云微微点头 玉手拍了拍那蓝燕燃的乡间 道 到时候 老师会护着你离开 不要多管什么 先逃命要紧 那老师你呢 闻言 那蓝燕燃不由地急道 我身为花宗宗主 总归是要出手 云云微微摇头 脸颊突然一变 身形陡然顿下 与此同时 一把抓住身旁的纳兰燕燃 身形飘然而退 哄 就在云云退后的那一煞 一股凌厉的进风 陡然自前方暴略而来 直接是生生地 将先前两人 立脚之地的一棵巨树 生生烘成粉末 姐姐 云云宗主 你们是跑不掉的 何必再负于顽抗 再说 能够让我们副宗主 垂青于你 也是你的福气 到时候 你师徒二人共撕一夫 倒也是一段佳话 在那道进风 暴略而来时 一道刺耳的怪笑声 也是紧随而至 让得云云与那蓝燕燃的脸色 都是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无耻之徒 那蓝燕燃咬着银牙 怒喝道 这个称呼 老夫喜欢 前方树枝上 一道黑影闪现而出 一道身体极高 但却极瘦 看上去宛如一根竹竿的黑衣老者 抬起头来 冲着那蓝燕燃怪笑道 羞羞 在这个老者现身阻拦时 云云等人后方 也是响起一阵急促的破风之声 旋即时来到身影 迅速踏空而来 最后出现在云云等人后方 一片空地之上 哼 云云宗主 本宗说过 你们是逃不掉的 时来到身影缓缓地行出 那领头一位中年男子 皮肤颇为的苍白 身着颇为滑贵的紫色颈袍 他微笑着望向不远处的云云 与那蓝燕燃 舌头却是忍不住地舔了舔嘴唇 如此极品的师徒 当真是罕见 若是能够将之收为靖鸾的话 不知道会献杀多少人 而且 特别是当着师父 还是花宗的宗主时 柳仓 你是想引起花宗 与天明宗之间的大战吗 云云脸颊寒煞 冷喝道 这个道的确 是不太想 花宗之内 一些闭关的老不死的 也挺棘手的 不过没关系 将其他人杀了 我将你二人囚禁在我天明宗 他们也不会知晓的 那被称为柳仓的中年人 笑眯眯地道 嘿嘿 副宗主 还是赶紧出手吧 免得持则生变 这莽荒古欲凶兽众多 而且还有着不少 其他的势力的人 也在其中 若是被发现的话 难免要横生支折 在柳仓身后 一名手持子善的男子 笑道 看其面貌 正是当日截杀硝烟的 妖花邪君 没想到这家伙倒是命大 挨了黑情一拳 居然还活了下来 嗯 妖花说得对 副宗主若是要出手的话 还是不要突然太久 在妖花邪君身旁 一名面色阴逸的老者 也是音声笑道 闻言 柳仓淡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手掌一挥 淡淡地道 那便拿下把 除了云玉与其弟子 其余的 杀了 是 听得柳仓命令 那一干天民宗的强者 也是应了一声 玄机身形同时闪动 直接是将花宗一行人 禁术包围 一股股磅礴斗气 缓缓自他们体内抱涌而出 燕然 待会我突破一个口子 你便速速离去 见到这一幕 云玉也是轻叹了一口气 轻声道 老师 纳兰燕然银牙紧咬着红唇 玉手紧握着手中的长剑 深吸了一口气 道 老师若是落在了他们手中 那燕然活着 也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一死了之算了 你这孩子 见到纳兰燕然倔强起来 云玉也是无奈 他知道 纳兰燕然也是蒙生了誓死之心 今日 若是一个搞不好 他们师徒真的是会彻底地留在这种地方 上 在云玉心中暗叹时 一道冷喝之声 猛然响起 那周围早已跃跃欲试的天明宗强者 也是一声怪笑 快若闪电般地对着花宗众人暴冲而去 强悍的斗气 席卷开 砰砰 面对着天明宗强者的围杀 那些花宗的长老也是面色铁青 催动体内斗气毫不相让地迎了上去 不过他们本身便是有伤 再加上这连日来的逃亡 状态自然是比不上天明宗一行人 因此在交手时 几乎是静落下风 砰 云玉预掌挥动 浩瀚的斗气暴涌而出 直接是将一名天明宗强者 震得吐血而退 但紧接着又是两名强者强攻而来 令得他不得不再度迎上 嘿嘿 云玉宗主 看来这一次 你还是得落在我们手中 放心 到时候 一定会好好招待你的 妖花邪君 急急地避开云玉的一道攻击 嘴中却是冷声笑道 云玉脸颊冰寒 体内斗气催生至极致 掌风呼啸间 笼罩周遭 一时间 即便是天明宗四名陡尊强者联手 都是无法攻破他的防御 砰 而就在云玉极力相迎时 一道闷声突然从一旁传出 旋即一道娇俏身影 便是倒飞而出 一口鲜血 也是喷了出去 燕然 见到这道身影 云玉脸颊也是一变 玉手一曲 一股进风暴涌 将那蓝燕然倒飞 而出身形一把抓回 可分心不得呀 在云玉出手就那蓝燕燃时 两道诡异身影 却是闪掠至其身后 雄魂掌风 直接是毫不客气地 轰在了前者香肩之上 咕吱 骤然间偷袭而来的攻击 直接是令得云玉 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连连后退 最后重重地撞击在 一座巨石之上 喉咙间 又是传出一道闷哼之声 云玉宗主 等你日后被副宗主调教好了 我会让得你那小情人来见见你 妖花邪君一脸的邪笑 缓缓走向云玉 手中的铁扇 却是极为狠毒的 猛地点向云玉小腹之处 见到妖花邪君攻来 云玉银牙一咬 便欲催动体内斗气再度相迎 然而其刚欲有所动作 天空上 却是猛地传出 一道惊雷般的破风之声 旋即璀璨的金光 突然在天际爆发开来 一道巨大的金色影子 轰然落在其身前 巨大的拳头猛地挥动 快若闪电般地 轰在那妖花邪君身体之上 恐怖的尽力 直接是在一道低沉闷想中 将那面色惊骇的妖花邪君 一拳轰成一滩肉泥 见到突然间变成肉泥的妖花邪君 那一旁的天明宗强者 面色也是涌上骇然 目光惊恐地望着 那巨大的金色身影 身形连忙后退 天明宗的狗 还是这么地惹人险 一拳轰爆妖花邪君 那足有几丈高大的金色人影 轰隆隆的低沉之声 也是缓缓响起 而听到那金光人影的低沉之声 那柳苍的面色 也是逐渐阴沉而下 第1406章 斩杀天明宗 不知阁下是何方高人 这是我天明宗与花宗之间的事 阁下莫非 真是想要插手不成 柳苍目光阴森地望着 那矗立在云云面前的金色巨人 沉声道 在嘴中说着话时 柳苍体内的斗气 却是悄然运转起来 这家伙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不得不小心 对于柳苍的声音 那道足有七丈高大的金色人影 却是冷冷一笑 根本就未曾回气半句话 一脚便是狠狠地 踹在面前妖花邪君的尸体上 恐怖的力量 直接是将后者 宛如一枚炮弹般 狠狠地射向那柳苍 找死 见到硝烟这般举动 那柳苍的面色 也是彻彻底底地阴森了下来 手掌朝前一抓 那妖花邪君的尸体 便是砰的一声 爆裂成一团团的血舞 暴射而开 本宗今日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来落 居然敢沾染我天明东的事 柳苍脚掌一跺地面 鬼魅身形一闪之下 便是出现在那金色巨人头顶之上 拳头猛然一握 凝声大鹤 大鸣龙拳 好 伴随着柳苍鹤声落下 其体内斗气 顿时铺天盖地地暴涌而出 飞速地凝聚成一条巨大的黑色巨龙 黑龙宛如实质一般 带着极其害人的声势 然后在咆哮中着 带起一股恐怖进风 撕裂空间 狠狠地对着金色巨人轰了过去 对于柳苍这等凶悍攻击 那金色巨人却是缓缓抬头 露出一对冷漠的金色双眼 宛如黄金锁住的拳头陡然紧握 然后毫无花俏地一拳轰出 一拳轰出 面前空间都是骤然间崩裂而开 露出一道道的漆黑空间裂缝 砰 闪耀着金光的拳头 重重地与那条黑色巨龙撞击在一起 可怕的力量 在接触的那一煞 如同洪水一般的倾泻而出 只听得一道哀鸣之声 那黑色巨龙便是被生生打散而去 而且 那所残余的禁风 则是穿透空间 重重地轰向那脸色微变的柳苍 登登 感受着那迎面而来的可怕力量 柳苍身形击退 但那股力量实在太过可怕 上还未轰到 低沉的气泡 便是在柳苍身体之上爆炸地开来 砰砰 陡然爆炸的气泡 直接是将那柳苍炸的倒飞而出 最后重重地落在一块 足有数十丈庞大的巨石之上 恐怖的残余尽力 在寝客间 便是令得那块巨石之上 咔咔地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而后 终于是在一道低沉声响中 化为一地的石粉 死 见到柳苍 居然连那神秘金色人影 一拳都是接不住 那周围的天明宗强者 眼中顿时露出一抹惊骇之色 对于前者的实力 他们再清楚不过 柳苍能够坐上天明宗副宗主的位置 这之中虽然有些水分 但却的确具备着陡尊巅峰的实力 放眼他们这里 已是实力最强之人 但却怎么都想不到 实力达到陡尊巅峰的柳苍 居然在那金色巨人手下 走不过一招 这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居然如此恐怖 天明宗重强者眼盲急速闪烁 能够一拳轰飞 实力达到陡尊巅峰的柳苍 那说明 此人的实力 至少也是达到了二转 甚至三转陡尊巅峰层次 混账 邱长老 还有其余所有人 全部随本宗一起出手 那柳苍此时 也是狼狈地从十分钟 挣扎着爬了起来 抹去嘴角的血迹 怒声咆哮道 听得他的咆哮声 那最先出手的那位 如同竹竿般的黑袍老者 面色却是微微一变 但旋即只能一咬牙 面色阴冷地点了点头 他们这里人这么多 若是一起出手的话 即便此人拥有着 三转陡尊巅峰的实力 也无法取得什么上风 好 在柳苍的咆哮下 其余的天明宗强者 也只能连忙压下心头的巨翼 所有人体内斗气同时暴涌 然后一道道雄魂无匹的斗技攻击 便是撕裂空间 猛地暴射而出 将近十来名斗尊强者同时出手 那等威势 也是相当地恐怖 这片空间 仿佛都是因此而琐琐发抖了起来 小心 见到柳苍等人 居然同时出手 云云脸颊也是一变 急忙出声道 哼 面对着柳苍等人的联手 那金色巨人 却是一声冷哼 不退反镜 跨着让得大地颤抖的步伐 前进几步 璀璨金光 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远远看去 如同一尊佛怒金刚 破 没有施展任何的斗技 金色巨人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是蕴含着无间不摧的恐怖力量 一拳挥过 空间崩裂 一道道的漆黑裂缝 不断地蔓延而开 碰 金色巨拳过处 所有的斗技斗技 几乎是在寝刻间暴裂而开 可怕的刚风 穿透空间 最后禁数倾泻到那些天明宗强者身体之上 扑斥 扑斥 如此可怕的力量 几乎是瞬间 除了柳仓 以及那名竹竿般的黑袍牢者外 其余的人 几乎全部是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如同弹飞的炮弹一般 查着地面 狠狠地倒飞出了将近百丈距离 见到那些禁数被震得生死 不知晕倒而去的天明宗强者 那柳仓的脸庞上 终于是涌上一抹惊骇之色 如此多人联手 居然都未曾对着金光怪物 造成半点伤害 你究竟是什么人 有话好说 柳仓见到那突然间 转移向自己的冷漠金色双瞳 心头顿时一凉 连忙到 哄 没有理会柳仓的话语 金色巨人踏着巨大的步伐 直接是一步步地走向前者 巨大的阴影笼罩而下 宛如死神降临 逃 清晰地感觉到 金色巨人对自己的杀意 柳仓也是明白 对方不可能放过他 当下也是当机立断 脚掌狠狠一跺地面 身形便是快若闪电般地 对着后方暴力而去 混蛋 带得本宗查清你的底细 必要你求生不得 疯狂逃窜间 柳仓眼中也是闪烁着猙獰 自从成为天明宗副宗主以来 他走到哪里 都是享受的众多敬畏目光 何曾有过今日这般狼狈的时候 然而 就在柳仓心中不断地冒着怨毒念头时 天空上的光线突然陡然暗淡而下 刺眼的金光 闪烁在其眼角 令得他头皮猛地一炸 骤然抬头 只见得那道庞大的金色巨人 已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其身后 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见到那出现在身后的金色巨人 柳仓心头 也是略过一抹难以置信之意 然而 此念刚刚升起 还不待他尖叫出声 那金色巨人的铁拳 便是夹杂着极端恐怖的力量 狠狠地轰在了其背心之上 扑吃 缭绕在柳仓身体之上的斗气防御 在这种时候 几乎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可怕的力量 如同潮水一般的 倾泻至其身体之中 几乎是在一瞬间 便是将其体内的内脏 甚至骨骼 都是震成粉末 扑吃 一口夹杂着破碎内脏的鲜血 从柳仓嘴中喷出 其脸庞上 还残留着先前的争鸣与怨毒 然而那对眼中 生机 却是迅速地消失而去 他至死都是想不通 他只是在追逐云云等人而已 为何这个神秘的金色巨人 一现身 便是会对他们 进行这般疯狂的杀戮 一拳轰杀柳仓所有生机 那金色巨人 也是在云云 以及花宗长老震惊目光中 轰然落地 然后冷漠的金色双铜 望向北方天际 先前那竹竿 搬得黑袍人 逃窜的方向 便是那边 吃 在金色巨人 目光望向那片天际时 那里突然响起一阵 破风之声 旋即 一道黑影暴射而来 最后被重重地 砸在地面之上 正是先前逃跑的 那位天明宗的长老 在即这道黑影出现后 又是有着 几道身影闪略而来 最后出现在这片空地之上 你 你是美渡沙女王 云云望着那群出现的人 旋即目光 骤然凝固在一道 容貌极为冷艳 与妖娆的女子身上 当下脸颊上 便是浮现一抹震惊之色 无法置信地失声道 云蓝宗宗主 云云 见到云云 彩灵带眉也是微微一蹴 旋即美眸转向 那道金色巨人 鼻尖传出一道轻哼之声 难怪这家伙 听说花宗出世 便如此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原来云云也是在此 瞧得彩灵的举动 云云也是微微一震 旋即仿佛是陡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震惊目光转向那道金色巨人 喃喃道 硝烟 听得云云的喃喃声 一旁的纳蓝燕燃娇躯 也是微微一震 极其错愕地抬起头 显然是 有些不太相信 这依靠一人之力 几乎将天明宗这支队伍 彻底灭的人 居然会是硝烟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金色巨人身体之上 金光暴射 旋即其身体 也是飞速地缩小 短短瞬间 便是化为了那个薛兽的身影 呵呵 没事吧 薛兽身影转过身来 一张熟悉的脸庞 便是出现在了云云 与那蓝燕燃惊的注视之中 第1407章 远古天魔莽 望着那张熟悉的脸庞 云云也是愣了下来 好片刻后 萧炎笑了笑 从那戒中取出一个玉瓶 递给云云 后者也是智慧奇异 从中取出一枚服下 然后将玉瓶递给纳兰燕燃 让得她将其中丹药 分给其他的长老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服下丹药 云云的脸色 也是略微好了一些 美眸在萧炎与彩铃身上扫了扫 旋即转移而开 嘴中似是随意地问道 正巧进入莽荒谷域 撞见了天明宗的人 然后便是感应到了你们 萧炎笑着道 哦 云云微微点头 美眸在游离了一会后 最终还是停在了彩铃身上 道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够见到你 当年在加玛帝国时 云云还受了骨河的邀请 前往塔戈尔大沙漠 夺取彩铃手中的清廉的星火 后来彩铃也因为萧炎的缘故 出现过在云南山 但总的来说 见面并不是很愉快 因此两女之间 也算是有着一些恩怨 不过显然 两人都是未曾想到 再次见面时 居然会在这种地方 嗯 彩铃淡淡地点了点头 但性子冷淡的她 也并未多说什么 也没有与云云深聊的意思 而见到她这般 骨子里同样有些高傲的云云 自然也不会主动热脸贴冷屁股 所以也是沉默了下来 见到两女之间的这种气氛 萧炎也是有些尴尬 求救的目光望向小一仙 后者也是斜偏了她一眼 便是转过了头去 让得她很是有些郁闷 没想到这平日里 温婉顺从的小一仙 这种时候也会抛下她 少阁主 此次多谢你出手相助了 此时 那被纳兰燕然 喂服了一枚丹药的花宗长老 则是走了上来 冲着萧炎感谢的道 哼 长老客气了 新允阁与花宗本就交好 而且我与云云也是有救 出手相助 也是情理之中 萧炎笑了笑 沉吟了一下 道 不知道 长老你们进入谷域有多久了 将近五天时间了 不过我们没有确切的路线 因此速度挺慢 沿途还引动了一群实力极强的凶兽 最后被天明中的人暗算 也导致青花长老的陨落 唉 那名长老有些哀伤的道 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道 那长老知道 其他势力的队伍 如今怎样吗 他们应该已经快要接近 满荒谷域的谷域台了 那里是一处远古一流而下的地方 一般凶兽不会靠近那里 因此 那里算是满荒谷域中的一块安全区域 一旁的云云突然出声道 不过我们距离那里 恐怕还有着将近两日的路程 谷域台嘛 萧炎掩露沉吟之色 想要成功地取得菩提心 依靠他们的力量 明显是不可能达到的 大凡天地奇宝 必有异兽守护 更何况 这菩提古术 乃是天下间数一数二的奇宝 守护他的异兽 实力必然是极端恐怖 所以 他必须借助其他势力的力量 方才能够在最后浑水摸鱼 不然的话 这是没有丝毫的机会 不过若是能够穿过这重重阻碍 最终抵达古一台的势力 必然实力极强 而那里 说不定还有着萧炎的一些对手 比如说魂殿 萧炎眼眸微眯 玄机轻声道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赶路吧 双方的人加起来 实力总归是要强一些 遇见麻烦 也好互相帮忙 不管那古一台的一些势力有多强 萧炎也必须先抵达那里 不然光光依靠他们的力量 实在是太没什么作用了 嗯 文言 云云迟疑了一下 萧炎这里的气氛 让得他略微的有些不适应 但在见到他们这群伤员后 还是只能点了点头 这莽荒谷域的危险程度 这几日 他们已经见得多了 光是依靠他们的力量 恐怕要抵达谷域台 还是有些困难的 我们先一直往东的路线走 西面那边虽然更近一点 但那里的主道 被一头战斗力 足以跟五转斗尊巅峰强者 相媲美的远古天魔莽占据着 若是要穿过去的话 必然会惊动他 云云道 远古天魔莽 文言 萧炎倒是一阵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 变异蛇系凶兽 论起凶悍程度 比起九幽的明莽 还有过至而无不及 不过这东西太过稀少 在外界早已经灭绝 没想到这里还存在着 不过 让得硝烟发愣的 并非是因为这远古天魔莽的稀有 而是他突然记起 远古天魔莽的血液 是有着洗涮 并且提升肉体强度的作用 而现在的他 最需要的东西 便是提升肉体强度 因为只有这样 他方才能够将金刚流离体 修炼到巅峰的九丈九尺 如今身处莽荒古域 后面还要与那些强悍势力打交道 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底牌 那可真是不好受 而且 萧炎记得 他曾经在古籍之上见到过 远古天魔莽 有着蛀血池的爱好 因为这个血池 会是他们后代出生繁衍的地方 为了能够 让后代吸收到足够的能量 他们会花费数百年的时间 来源源不断地搜集那些 有着浓郁能量的天才地宝 然后投入其中 而最后 这些能量便是会被血液所吸收 最后 全部地融入到其出生的后代身体之内 你们亲眼见过 那远古天魔莽 萧炎眼盲微闪 道 嗯 还交过手 差点就走不掉了 云郁凝重地道 这样吗 萧炎喃喃自语 玄机抬起头 望着云郁 道 我打算去一趟 那远古天魔莽于我有大用 什么 听得萧炎竟然要主动去寻那 凶残无比的远古天魔莽 云郁等人顿时打惊 我有我的打算 并不是胡来 萧炎笑了笑 道 放心吧 那远古天魔莽虽然强 但还不见得能啃下我们 见到萧炎坚持 云郁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略作成瘾 叹道 既然你执意 那便一起吧 我们现在伤缘这么多 若是分开的话 反而更危险 正好我们还知道路线 能够让你迅速地找到远古天魔莽 哼 那便麻烦了 放心 不会让你们出什么意外的 闻言 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 笑道 真是后悔告诉你这件事 云云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倒是没想到 原本是想要借此提醒一下萧炎 结果反而将它给吸引了过去 大家都先休整一下吧 半个小时候 我们动身 萧炎笑了笑 然后一挥手 冲着众人道 闻言 众人也是点点头 然后各自盘腿而坐 萧炎也是在一块巨石上 盘腿而下 眼眸微闭 进入了假媚状态 半个小时的休整 迅速而过 而萧炎也是准时地睁开了双眼 见到气色好了不少的花宗一行人 这才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刚欲说话 却是猛的有所感应一般 目光望向后方的天际 片刻后 手掌一挥 迅速道 各自隐蔽气息 有人来了 听得萧炎此话 众人也是一惊 旋即连忙退回森林之中 将气息与呼吸 都是压制到最低状态 秀秀 就在萧炎等人 退入森林之中后不久 天空上突然响起 阵阵破风之声 旋即一道道身影 风驰电掣般地 从半空中飞掠而过 这些家伙 好大的胆子 也不怕引来凶兽的围攻 见到这些人 竟然堂而皇之地飞掠而尽 小一仙也是柳眉微醋 轻声道 萧炎眉头紧皱 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光影 凭借着过人的眼力 他清晰地见到 在那一大群人的领头处 有着一名身着彩衣的女子 这个女子 给予萧炎一种熟悉的感觉 是天妖皇族的风驰 心中念头转动了一瞬 萧炎猛地想了起来 旋即眼中略过许些震惊之色 他记得当初在斗圣遗迹 见到风驰时 后者不过 方才斗宗实力 然而现在 风驰给予她的感觉 绝对地超过了 寻常的陡尊巅峰强者 而且 隐隐间 他仿佛也是察觉到 现在的风驰 似乎给予她一种 与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这种不同 并非是来源于外貌 而是来源于灵魂 以前的风驰 凭她妖皇一族的血脉 根本无法给予她什么威压 但这次 她却是从风驰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淡淡的威压 这种威压 她以前曾经在子言身上感受到过 是远古天皇的威压 消炎目光闪烁 片刻后 终于是回味了过来 当下便是轻轻地吸了一口凉气 远古天皇 早已经消失在了世间 为何 这种威压 会再次出现在风驰的身上 这个女人肯定也是遇见了大纪元 导致实力暴涨 看来我也脱不得了 此次必须前去那远古天魔蟒处 我要借助她的血池能量 将金刚流离身修炼到巅峰 并且 突破到九星陡尊层次 消炎拳头威吾 这些实力大涨的对头 也是让得她充满了一种压迫感 第1408章 围剿天魔蟒 一座极为险峻的飓风 如同一条通天巨蟒一般 盘踞在一道主道的一侧 山体之中 一股股的黑气不断地弥骂出 笼罩着方圆百米之内的天空 在这片范围中 没有任何凶兽敢于踏足 因为这里 是属于远古天魔蟒的领地 远古天魔蟒 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变异性凶兽 真要论起辈分来 也算是血脉相当靠近蛇族之中 一些远古老祖般的存在 不过因为杀性太甚 导致其智慧远比不上九幽的 明蟒这等族群 因此 后者也是略微有些不太看得起前者 毕竟不管实力再如何强大 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智慧 那也不过只是一个 力量大典的杀戮机器吧 远古天魔蟒的血液 有着极为不错的喜涮 以及淬炼肉体的神效 当然 硝烟如今的身体 经历种种天才地宝的淬炼 已是相当的强横 想要再有所提升 寻常其宝已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甚至 即便是天魔蟒的血液 对它所能够产生的效果 也并非是非常的大 不过 硝烟心中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 它看中的 其实也并非是远古天魔蟒 而是它所花费数百年时间 累积而成天魔血池 这天魔血池之中 在数百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中 会被远古天魔蟒 千方百计地寻找 众多拥有着 精纯能量的天才地宝 投入其内 久而久之下 其中所凝聚的能量 已是达到了一个 极为可怕的地步 寻常人若是进入其中 恐怕直接便是 会被那种恐怖能量 胀破身体 而这般浓郁的能量 也唯有远古天魔� 万事无绝对 别人不能承受的 硝烟却不一定承受不了 它的身体 经过重重淬炼与强化 强悍程度 已经丝毫不下于一些魔兽 因此 那天魔血池 对于它来说 将会是最为完美的大补之药 说不定 它此次不仅能够将 金刚流离身 修炼到巅峰层次 还能够借时 一举突破到九星陡尊层次 到时候 力量又是的暴涨不少 这对于行走于 重重危机的 蟒荒谷域来说 有着不少好处 远古天魔� 就是在这里了 在距离那座 黑雾缭绕的 巨峰之外不远处的地方 云云轻声道 硝烟眼神炽热地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 沉声道 我们走 准备动手 话音一落 其身形便是当下 化为一道黑影 迅速对着那座 黑色巨峰暴掠而去 在其身后 彩铃 青铃 小一仙等人 也是迅速跟上 那群花宗的人 在迟疑了一下后 硝烟一行人 将气息压制到最低点 快速地冲进了那 笼罩着山峰的重重黑雾 然而 就在一群人刚刚冲进黑雾时 那巨峰之中 猛地传出一道 极为刺耳的蛇鸣之声 紧接着 整座山峰 都是在此刻颤抖了起来 只听得一道呜呜的 破风声响起 一条足有百丈庞大的 黑色蛇尾 便是带着恐怖的力量 闪电般地从山峰中 暴力而出 狠狠地扇向萧炎一行人 哼 见到这远古天魔莽的感知 竟然如此敏锐 萧炎也是一声冷哼 脚掌迅速踏出两步 璀璨金光陡然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转眼间 他削瘦的身影 便是陡然暴涨至七丈左右 宛如一个金光灿灿的小巨人 施展出了金刚流离体 萧炎那宛如黄金锁住的大手 陡然轰出 双拳居然是狠狠地 与那巨大黑色蛇尾 正面硬轰在了一起 砰 两者接触 可怕的进风乱流 顿时爆发而开 不过好在 这里的人都不是什么拥手 这才未曾造成什么伤害 也是被震得退后了两步 不过那巨大的黑色蛇尾 也是被其生生地震退了回去 其上的一些蛇铃 甚至都是被震破了不少 施展了金刚流离体之后的消炎 肉体已是强悍到一个相当可怕的层次 好 吃了一个小亏 那山体之内 顿时响起惊天动地的怒吼之声 吼声之中充满着暴力 旋即 整座山峰都是轰隆隆地抖动了起来 最后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高达万人的山峰之中 一头组有数百丈庞大的黑色巨蟒 暴冲而出 这头黑色巨蟒 体积极为庞大 浑身布满着黑色的鳞片 而且 在这些鳞片之上 还缭绕着一层浓郁的黑物 巨蟒的头颅相当地可怖 因为那并未是寻常的蛇脸 隐隐看去 反而更像是一张猙獰的巨大人脸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难怪此物会被称为所谓的天魔蟒 这头原古天魔蟒一线深 天空之上 乌云顿时汇聚而起 可怕的黑色能量 在其中闪电凝聚 威势相当之强 足有丈许庞大的血红双眼 如同两个巨大的红色灯笼一般 挂在天空上 充满着暴力与杀意的 盯着硝烟一行人 望着那盘踞在天空上的庞然大雾 再感受着他那等强悍气息 众人也是不禁微微有些色变 这原古天魔蟒 果然不是寻常之物 动手 硝烟目光紧紧地 盯着那天魔� 尘声鹤道 这大家伙 至少也是达到了 无转斗尊巅峰的实力 若是不施展佛怒火莲的话 便是得依靠众人联手了 听得硝烟喝声 彩琳也是点了点头 郊区一跃 便是在一阵云层翻滚中 化为一条体积丝毫不下于 天魔蟒的七彩吞天蟒 一股无形的威压弥漫而开 令得那天魔蟒的凶威 都是为之一致 毕竟论起血脉纯净程度的话 他可还赶不上 这在远古 足以挑战远古天蛇的吞天蟒 不过这天魔蟒 毕竟是凶物 异常的暴力 因此 即便是感受到了一些威压 但却丝毫未能阻碍他的杀意 在这种家伙眼中 莫说吞天蟒 就算真是远古天蛇到了这里 他也是敢红着眼上去咬两口 哄 天空上 云彩翻滚 化为吞天蟒的彩琳 直接是找来一道道 巨大的彩色雷霆 然后源源不断地 对着那天魔蟒爆轰而去 喷 面对着彩琳的攻击 那那天 魔蟒也是张开睁獰大嘴 一道道充满着腥臭之味的黑色光柱喷射而出 最后将那些彩色雷霆尽数接下 虽说在血脉上 有些不及吞天蟒 但他的实力 毕竟远胜于彩琳 因此交手间 完完全全是处于上风之中 喷 在天魔蟒发动攻击时 硝烟所变的金光巨人 也是化为一道金光 闪电般的掠向前者 巨大的拳头狠狠轰出 可怕的气暴 顿时在泉下成形 最后化为可怕禁忌风暴 狠狠地轰在天魔蟒身体之上 哦 硝烟这毫不留情的狠狠一拳 直接是将天魔蟒那一片的黑雾 尽数震散 甚至是 连其身体上的黑色鳞片 都是在炸裂而开 在硝烟动手时 清城长老 云韵 以及小一仙等人 也是几乎同时 发动攻击 可怕的斗气呼啸在天际之上 最后扑天盖地地 落在天魔蟒身体之上 爆炸而开的气浪 即便是天魔蟒 都是略赶吃不消 吃 不过这天魔蟒也是凶悍 血红着巨眼 也不理会那众多在身体上 爆炸而开的气浪 巨大的尾巴一甩 便是快弱闪电的轰击在 对它造成伤害 最狠的硝烟身上 当 巨大的蛇尾 重重地轰在硝烟身体之上 直接是 爆发出金铁交机的脆响之声 火花爆射 哼 遭受如此重击 硝烟喉咙间 也是传出一道闷哼 强忍住那可怕的力道 双手一爆 死死地将天魔蟒 据为宝珠 旋即 紫褐色的火焰 猛地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然后飞速地顺着 天魔蟒身体缠绕而上 将那些浓雾的黑雾 迅速炙烤消散 死死 突如其来的恐怖温度 也是让得那天魔蟒 疯狂了起来 巨大的身体不断地扭动着 周围的那些飓风 凡是被气沾染而上 便是会直接爆裂成无数碎石 这大家伙好难对付 见到这天魔蟒如此顽强 众人心头也是不由地暗自扎舌 若非有着硝烟与天空上的彩铃做压制 其余的人 恐怕没几人经得起他的一尾之力 硝烟死抱住天魔蟒 拳头却是疯狂地轰在其尾巴之上 狂猛的力道 再加上炽热的火焰 直接是将后者的尾巴 砸得血流成河 不过 这虽然让得天魔蟒剧痛起来 但同样也激起了他的凶性 在硝烟逐渐地感觉到 有些顶不住天魔蟒挣扎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进他耳中 令得他精神一震 那是清零 好 深吸一口气 硝烟浑身斗气 倾注于双臂之上 可怕的力量顿时涌了出来 居然是强行扯着天魔蟒的身体 将其生生地转了一个弯 面对着硝烟的轮番撕扯 那天魔蟒也是暴怒起来 而就当他打算彻彻底底地狂暴起来时 一只足有半张大小的碧绿色妖翼眼瞳 突然出现在了在其视野之中 其中 三朵绿色花朵急速旋转 一种来源灵魂深处的酥麻质感 让得天魔蟒紧绷的身体 顿时缓缓柔和而下 那对血红巨眼中 杀意与暴力也是迅速减弱 第1409章 天魔血池 足足半张大小的碧绿色妖翼眼睛 映入远古天魔蟒巨大的双瞳之中 那高速旋转的三朵碧绿花朵 弥漫出一股股奇异的魔力 让得天魔蟒眼中的杀戮与暴力 逐渐地减缓 见到这一幕 硝烟也是 悄然松了一口气 清零的碧蛇三花童 对于这些蛇系魔兽 拥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不过就是不清楚 以他现在的实力 究竟能不能控制这一条远古天魔蟒 毕竟 后者可是拥有着 达到无转斗尊巅峰的实力 死 然而 就在硝烟心中闪过这道念头时 那本来眼中杀意 已是逐渐减弱的天魔蟒 巨大的身体突然一颤 眼中闪过挣扎之色 一股股恐怖的黑雾 源源不断地从其体内弥漫出 看来 他好像是察觉到了清零的意图 当下便是疯狂地反抗了起来 能够修炼到这种地步的凶兽 就算是智慧再如何低下 也不可能被轻易地收拾 这畜生果然不好对付 见到这远古天魔蟒 竟然还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 抵御住碧蛇三花童 硝烟心头也是一惊 将那些黑雾迅速地蒸发 压制住它 硝烟在出手时 也是一声沉喝 听得硝烟喝声 天空之上 彩琳所化的七彩吞天蟒 突然盘踞而起 一股无形的威压暴涌而出 然后竞数倾泻至那远古天魔蟒身上 来源于灵魂深处的压制 立刻便是令得后者身体上的黑雾 压回了七体内 而与此同时 小一仙 云运 以及清城长老等人 也是挥出一道道巨大的斗气皮练 如同绳索一般 将那远古天魔蟒尽数捆腹而起 面对着如此多重的压制 即便是那远古天魔蟒实力强悍 但一时间 居然也是挣扎不得 争鸣的大嘴之中 只是不断地传出愤怒的咆哮之声 将这片山峰震得锁锁发抖 清灵 快 感受着远古天魔蟒疯狂的挣扎 萧衍也是喝道 嗯 清灵微微点了点头 旋即深吸一口气 双手如同莲花一般 迅速绽放而开 劫出一道道繁琐而悬翼的硬劫 而伴随着其手印的劫成 其体内 隐隐间传出了一道 极为低沉的低吼之声 在这道蕴含着一种 远古微压的吼声响起之时 清灵身后 空间扭曲 居然是直接形成了一条 足有千丈庞大的蛇形虚影 这道虚影 浑身散发着极为古老的气息 而且 它竟然拥有着九个相同的蛇头 赫然便是当初萧炎所见到的 九头天蛇 在九头天蛇虚影出现的那一刹 那疯狂挣扎的远古天魔蟒 巨大的身体也是一颤 双瞳之中 终于是流露出了一丝极浓的 荆棘之色 面对着 两种远古蛇形血脉一族中的 老祖威压 即便是它这种异常凶狠残暴的 天魔蟒 都是感觉到了许些颤抖 闭蛇三花瞳 妖眼 开 召唤出九头天蛇的虚影 从灵魂上彻底地压制 驻天魔� 青灵眼瞳之内 三朵碧绿色的花朵猛然一颤 旋即三朵花朵 居然便是徐徐地绽放开来 而在三个花朵交出的中心点处 一只碧绿地令人感到心寒的妖翼瞳孔 如同苏醒一般 缓缓地睁了开来 在这瞳中 瞳睁开的那一刹 青灵面前的空间 顿时崩裂而开 而那远古天魔蟒庞大的身体 也是瞬间凝固 退圆点 硝烟的目光 同样是注视到了 那妖翼的瞳中瞳 当下精神便是一阵恍惚 心头顿时一害 急忙松开天魔蟒 身形急退 与此同时 也是出声提醒着众人 而见到硝烟如此模样 其余人也是明白 青灵的那妖瞳 似乎敌我不分 当下也是连忙散开 不敢站得拒后者太近的位置 青灵的碧蛇三花瞳 果真可怕 若非我并非是蛇族的人 恐怕也会如同那天魔蟒一般 硝烟远远地退开 如今的青灵 已是能够初步掌控九头天蛇的一些力量 日后 若是当它能够彻底地召唤九头天蛇时 恐怕也是相当的恐怖 毕竟 远古天蛇 可是能够与太虚古龙 远古天皇相媲美地存在 妖翼的瞳中瞳缓缓旋转 旋即一道拇指大小的碧绿色光束 突然暴射而出 最后闪电般地印在了 那全身僵硬的天魔蟒脑袋之上 顿时 一个巴掌大小的绿色花朵 便是浮现而出 而当这个绿色花朵出现的时候 远古天魔蟒巨眼之中的残暴与暴力 则是迅速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顺的空洞 成功了吗 见到那停在天空上洞也不动的远古天魔蟒 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喜意 如果清灵能够真的控制这大家伙的话 那他们 这一行人的实力 无疑将会暴涨许多 无转陡尊巅峰的战斗力 即便是放在这蟒荒古域 也是相当强横的存在 呼 在花朵成形时 清灵也是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而在其闭眼时 其背后那巨大的九头天蛇虚影 也是缓缓地消散而去 那种弥漫天地间的古老威压 也是悄然淡化 是 天空上 巨大的七彩吞天蟒也是 再度化为妖娆的倩影掠下 目光奇异地看了一眼清灵 先前后者所召唤 而出的那九头天蛇 连他都是感到许些心计 这等变态般的存在 恐怕也就只有那传说中的九彩吞天蟒方 才能够与之抗衡了 控制住了 萧炎的身体 也是在金光暴涌间 迅速变回原形 然后出现在清灵身旁 道 嗯 还好先前消耗了他不少力量 再加上彩玲姐姐的灵魂压制 不然的话 还真降服不了这家伙 清灵笑着道 那便好 赶紧去找天魔血耻 萧炎松了一口气 然后目光便是转向那座 弥漫着黑雾的巨大山峰之上 眼中隐隐有着许些炽热 身形一动 便是对着山峰之内掠去 其后的彩铃 小一仙等人 也是迅速跟上 这座山峰极为的险峻与庞大 不过其中却并没有其他的凶兽居住 显然是全都被远古天魔莽驱逐了出去 不过这样倒也是省去了 萧炎他们的一些麻烦 一行人顺着山体内隐隐传出的能量波动 很快便是寻找到了天魔莽的巢穴 天魔莽的巢穴 位于这座山峰的山心位置 其内阴冷而潮湿 白骨累累 其中还不乏一些人类的骨骸 也不知道是哪些倒霉的家伙 被这天魔莽当做了口粮 一行人皱着眉头 穿过这些白骨小山 最后终于是在山洞的尽头处停了下来 山洞的尽头 是一片颜色星红的乱石地 在乱石地的中央处 有着一个约莫石杖宽许的池子 池子之内 弥漫着星红的血液 偶尔间 血池还会翻起一些血泡 血泡暴力而开 极度浓郁的能量 从中弥漫而开 在血池之上 还漂浮着一些兽骨 看这模样 好像那残暴的天魔莽 将一些凶兽 都是扔了进去 这便是天魔血池 见到这星红的 让人头皮发麻的血池 小一仙不惊地问道 嗯 应该就是这东西了 萧炎微微点头 他能够感应到 这血池之内 拥有着极度浓郁的能量 看来这远古天魔莽 为了这血池 还真的是费尽了心思 不过可惜 最后却是便宜了它 我可能会在这里 单个两三日时间 这段时间中 清灵你便将远古天魔莽 召唤而出 继续镇守在这里 即便有着来往的强者 相必也不会没事 来招惹他这等存在 萧炎目光转向清灵 道 嗯 闻言 清灵点了点头 不会出什么事吧 彩灵看了一眼 那星红的血池 簇着带霉道 哼 放心 这里面能量虽然狂暴 但却并非是忍受不了 萧炎笑着摇了摇头 道 既然如此 那你多加小心吧 若是有变故的话 便发信号 见到萧炎执意 彩灵也不好多说什么 嘱咐了一声 然后便是带着众人 缓缓地退了出去 见到众人逐渐退出 萧炎也是一笑 这才转过身 脸色有些凝重地 望着面前的血池 这里面的能量 比他想象中的 要狂暴与浓郁许多 也不知道 那天魔莽都丢了一些 什么东西进去 我本身体质便是强横 再加上体内 还隐藏有龙皇骨甲 我便不信 还奈何不了这天魔血池 萧炎站在血池边 沉吟了片刻 旋即一声冷笑 也不再有过多的迟疑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便是跃上血池 然后身体便是扑通一声 落进了血池之内 吃吃 伴随着萧炎落进血池 原本安静的天魔血池 顿时沸腾了起来 无数的血泡不断地升腾而起 狂暴的能量 疯狂地在血池之内呼啸而起 隐隐间 有着低沉如雷般的奇异声音 悄然响起 旋即远远地扩散而出 第1410章 九星斗尊 痛 深入骨髓的剧痛 这便是萧炎 跳进那天魔血池之后的 唯一感觉 血池之内 弥漫着极端狂暴的能量 在萧炎进入的那一刻 这些能量 便是如同受到了引洞一般 如同无数条毒蛇一般 铺天盖地地 被着萧炎身体撞击而去 这些能量之中 不知道被那远古天魔莽 投入了什么东西 拥有着极强的腐蚀力 在一接触到萧炎的皮肤时 便是爆发出阵阵的白烟 从而引发那钻心的剧痛 嘶 在这等剧痛之下 萧炎心中狠狠地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手印一遍 一火便是字体内暴涌而出 化为一圈火罩 将其笼罩而尽 我便不信 连你本体都能解决掉 还解决不了你这天魔血齿 痴痴 一火一现 那些暴涌而来的狂暴能量 顿时爆发出痴痴的声响 玄机那种腐蚀能量 直接便是被一火蒸发而去 而其余的那些能量 在经过一火的淬炼 这才逐渐地变得温顺 化为一缕缕异异常精纯的能量 融入萧炎身体之中 呼 感受着那种变得有些温凉起来的能量 其余对消炎有益的能量 其余对消炎有益的能量 则是经过淬炼后 尽数灌注其体内 伴随着那一股谷温良的精纯能量 源源不断地涌进身体之中 消炎也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能量 游离在皮肤 肌肉 以及骨骼之中 每一次这些能量的消失 都将会让消炎清楚地感觉到 其身体的坚韧程度 也是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 越发地变得强悍 这里 的确是一处完美的修炼之地 察觉到身体的细微变化 消炎心中也是忍不住地 涌上一股喜意 按照这种进度 恐怕他还真是能够借助这里的能量 将金刚流离身 修炼至巅峰 并且还将直接突破八星 进入九星陡尊层次 天魔血池的能量 经过天魔莽数百年的收集天才地宝 其中能量自然是相当地恐怖 不过 这也仅仅只是对于消炎来说而已 血池之中 能量固然恐怖 但同样的 也极其地斑驳 天魔莽本身便是凶残 智慧不高 再加上肉体强横 即便是幼崽吸收了这些能量 也只会让它们加速进化 但若是换作其他人类来吸收的话 恐怕一瞬间 便是会被这些极度斑驳的能量 将体内搞得一团糟 到时候 实力没有提升不说 还将自己多年的辛苦修炼 尽数给毁了 但还好 这种斑驳能量 对拥有着一伙的消炎来说 倒并非是太大的问题 在一伙那种恐怖的温度下 任何的杂质 都将会在寝刻间被化为虚无 血池之内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灌注 进入消炎体内 它也是盘起双腿 就这般悬浮在血池之中 紧闭着双眸 静静地等待着突破的那一刻 而在消炎这般安静的修炼中 两日时间便是眨眼而过 这两日内 彩玲 小一仙 以及云云等人 倒是一直停留在天魔莽的这座山中 因为这周围也没有别的什么凶兽 因此倒也算是安全 而那被清灵控制起来的远古天魔莽 也是被释放而出 就那般大刺刺地盘踞在山峰之顶 整日喷涂着滚滚黑雾 这两日来 也有着不少强者来到此处 但在一见到 这头大家火后 便皆是脸色微变地 选择了绕路而行 谁都知道 这些凶兽拼命起来极为的凶残 更何况 这头凶兽 还是陡尊巅峰的实力 这真要打起来的话 必然有所伤亡 而来到这里的人 几乎都是冲着菩提古树而去 谁会没事来跟一头看见人 就要红眼的凶兽来 白白拼命 而借助着这天魔莽的凶威 这两日之中 众人倒是相安无事 都是在安静地等待着 消炎的顺利出关 山洞深处 如今的血池 其中的池水 已经足足减少了将近一半 其星红的颜色 也是变得淡化了许多 显然 这其中的能量 在这两日中 已经在消炎的惊吞之下 消失了大半 在血池中心 一道露出上半身的身影盘 做其中 如今的消炎 皮肤看上去比两日前 要红润许多 隐隐间 仿佛皮肤下面 隐藏着无尽的血液一般 此刻的消炎 依旧是紧紧地闭着双眸 身体纹丝不动 宛如雕塑 然而任谁都是能够感觉到 如今消炎体内 正酝酿着一股极为强大的能量 这股能量 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一般 寻找着突破的契机 这种契机 需要等待 而在等待之中 那天魔血池中的池水 也是越来越少 当时间达到第三日时 那天魔血池之内的池水 赫然依旧变得彻底的枯竭 随着池水的枯竭 那天魔血池中 也是露出了无数的森白海骨 这些海骨中 还夹杂着一些分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的奇怪东西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道 自其中扩散而出 而消炎 则是如同雕塑一般 盘坐在那众多海骨之中 皮肤之下 一道道血色光滑悄然流转 这般静坐 持续了约莫两个小时左右 一股无形的波动 突然猛地自消炎体内 席卷而出 砰 这股无形波动暴涌而出 直接是瞬间 将血池之内的那些海骨 震成粉末 波动扩散 最后撞击在山壁之上 连整个山洞 都是都软抖了抖 伴随着这股无形波动传出 消炎的气息 也是在此刻突然间暴涨起来 这股暴涨 几乎是刹那性的 就如同火山喷发的那一刻 快若闪电 猛若奔雷 砰 气息闪电暴涨 仅仅是一瞬间的时间 一道低沉闷声 便是在消炎灵魂深处响起 体内的斗气 几乎是在此刻疯狂地暴涨了起来 长发狂舞 衣袍被震得烈烈作响 一道道裂缝 自其盘坐之地 飞快地蔓延而出 转眼时间便是密布了整个血池 哄 当这道灵魂深处的声音响起时 消炎紧闭的双眼 也是陡然睁开 双眼之内 血滑萦绕 金刚流离声 伴随着消炎喉咙间传出的喝声 消炎体内 金光骤然大胜 而在这等灿烂金刚下 消炎的身体 几乎是瞬间便是暴涨起来 一丈 三丈 五丈 七丈 八丈 消炎身体暴涨得极为迅猛 眨眼时间便是突破到了八丈 而且 这个势头还未停止 哼 当消炎的身体 膨胀到八丈九尺时 仿佛遇见了瓶颈一般 迅速迅速变缓 而消炎却是不甘止于此处 脸庞涌上一抹杖红 猛然怒喝 砰 伴随着喝声传出 消炎那原本停止膨胀的身体 居然再度生生拔高 直接是达到了九丈 山洞之内 通体宛如黄金所住的巨人双脚踏立 一股乌坚不摧的霸道气息 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最后 巨人双脚微曲 然后陡然一座地面 砰砰砰 这狠狠一灯 直接是让地面凹陷十多米 而消炎所化的黄金巨人 则是如同炮弹一般 咻的一声 直接是狠狠地撞在了山洞顶部 然后 可怕的力量 在瞬间 便是硬生生地冲出了一个巨大的通道 而消炎 也是如同穿山甲一般 闪电般地从山体之内冲向山顶 哄 消炎的速度极为迅猛 仅仅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那山体便是被他生生地撞出了一道巨大通道 最后 身形陡然拔声而起 在一道巨响声中 冲破山顶 直接是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好 金光灿灿的巨大身体 停留在天空之上 一口气息堵在喉咙 最后 终于是化为一道惊天动地的低沉吼声 从那天际之上 摇摇地扩散开 早在消炎强行突破山体时 彩灵等人便是有所察觉 因此 也是掠上了半空 最后看见了 那从山体内冲出来的巨大金光人影 气息长了许多 成功突破到九星陡尊了吗 感受着消炎那越发强大的气息 彩灵轻声喃喃道 哼 少阁主的修炼速度 当真是让人不得不惊叹 那清城长老也是轻叹道 他达到这一步 几乎消耗了他所有的时间 然而消炎 却是在这般年纪便是达到 而且 他还非常的清楚 真要打起来的话 他还不见得 就是消炎的对手 花宗的一杆长老 也是感叹地点了点头 他们当初第一次见到消炎时 后者才不过二星斗尊的实力 而现在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后者 便已经是达到了九星巅峰的层次 这般速度 的确是海人有些自残行贿 一旁 那蓝嫣然美眸盯着天空上 那道充斥着无比霸道雄昏的身影 眸中 也是闪过许些暗淡与自嘲 这个当年被他看作废物 执意要退婚的男子 如今 却是早已经远远地 把他抛在了身后 而且 最让得他 感到悲哀与无力的是 他不知何时 对于这本来 便是该成为他丈夫的男人 已是有了一些淡淡的感情 虽然 他明白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这 或许便是当年的报应吧 他心中如此地想到 我可以看到他 我们可以看到他 有了